我们常常在想 老年人的话 就是他会自然的接着下一步 人生就是死亡 可是其实不是如此 只有四分之一的所谓的老年人 他们是会突然的死亡 而绝大部分的 也就是四个中有三个 他们都会经过这种慢性病 这个过程就是非常的艰难 我们常常想 一个人如果是能够 突然间心脏病发生 这会许多人说 我很羡慕这样子 这样子不需要受痛苦 可是绝大部分的年长的 他们都有这种慢性病 我们看到这个图表里面 有许多 这一些的慢性病 虽然你会说 我不是懂医的 可是从你自己的父母亲 家人你也会知道 这些都影响到 他们的生活 他们的一切 包括如果是他们有残疾 造成的残疾 甚至像有这个需要洗肾的 他们这个日常生活 就是要配合着 一个星期三次的洗肾 而且一次洗肾的过程 都是需要半天 再加上要预备跟回来之后 你看见这个慢性病的确是影响 不但是病人 更是他们的家属 年长的他们也会有许多的问题 我们刚刚提到洗肾 这个问题是能够延长许多过去就死掉的这些长辈们 可是这样的继续的拖延是没有错 不但是要除了花费之外 最重要的是影响到所谓患者或者是长辈的生活的品质 那慢性病造成的经济的负担 我相信你也都很熟悉 在许多的国家 尤其在中国农村 一旦有了慢性病 或者是任何的老年人的疾病 他们就觉得会造成家里极大的负担 经济的负担 那不但是有那种 对家人对照顾的人 有这种他们有这种罪疚感 同样的对老年人他们也觉得 我这样子会把整个家里孩子 他们的家都把它拖垮 有这种罪疙瘩的负担 有这种罪疙瘩的负担